从好几年前开始 就不断的有哥们留言问 什么时候能够做一期关于刀剑封魔路的影片呀 是的呀 刀剑在国产游戏史上曾经留下过深深的印记 他的诞生又牵扯到我之前聊过的另一款游戏 情商 这是个制作的相当精良的作品 可惜上市后并未获得预想中的好成绩 其中的一些主创人员因为意见分歧等问题 脱离了团队另起炉骚 制作出了刀剑封魔路 所以两款游戏咋一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内暗黑破坏神的ARPG 可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情商侧重的是团队合作 五六个同伴组成一个小队 经常会有一种在玩即时战略游戏的感觉 而刀剑封魔路则是把重心放在了动作部分 过去的很多制作人 本身都是格斗游戏爱好者 经常能在老的中文游戏里 见到致敬格斗游戏的桥段 比如天地劫当中有个同伴的造型 基本就是照搬了恶狼传说中的望月双脚 战斗时的很多音效 也是直接从拳皇里边搬运过去的 侠客英雄传3的酒馆里头 能够见到酷似龙肯小鹰的NPC 他们此刻都成了酒馆里的时刻 正在谈天说地 新倚天屠龙记里有个隐藏地点 进去后发现来到了开发组 墙上赫然贴着拳皇99的海报 类似的制径还有很多 如果你是个中文电脑游戏的老玩家 那么或多或少 总能见到一些制径格斗游戏的彩蛋 而刀剑封魔路则不是单纯的制径 这些人把许多格斗游戏才有的元素 完美融合到暗黑类的ARPG当中 鼠标的左键是普通攻击 右键是技能攻击 还要注意进行格挡 技能又分成了许多种类型 用快捷键在键盘上一字排开 玩的时候要随时切换 不同的技能之间还能够形成连携 熟练操作的情况下 能打出非常高的combo 而在能量满了之后 用鼠标在屏幕上画出对应的符号 就能释放各种大招 真的很有格斗游戏的感觉 技能编辑器也是个神来之笔 嫌快捷键切换起来麻烦 没关系 可以用技能编辑器 把你觉得好用的技能通通塞进去 然后预敌的时候一键释放就行了 当然即便如此 游戏的难度也依旧是高啊 在普通难度下 随便几个路上的小兵都够我们吃一壶的 这些敌人绝不是拿着武器冲过来受死 他们会想各种办法打游击战 绕前绕后窜上窜下 并且随时准备好防御 很多时候我连大招都不敢随便放 因为有很高的几率会被防御住 导致能量全浪费掉了 更别提大招还需要先用鼠标鬼化服务 在激烈的战斗中放不出来是家常便饭 一些敌人还拥有几乎一击必杀的攻击手段 比如这种自爆怪 有时候会藏在某个建筑的后面 或者是从不显眼的位置突然钻出 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 给出致命一击 真的是恶意满满啊 怪物之间还会打配合 不同类型的怪物或者是同一种类的怪物 都可能结成阵型 把主角困在其中 又或者是慢速怪上来围攻 快速类型则在周围游走搞偷袭 其AI水平之高简直惊人啊 如今大家玩多了只狼 人王之类的受死游戏 但其实早在20年前 刀剑封魔路就已经是一款合格的受死游戏了 我们随时都要开动脑筋 把一部分敌人吸引到附近狭小的空间 实现逐个击破 或者利用对地形的熟悉 快速冲出包围圈等等 怪物还分为躯干 四肢和脑袋 斩断手臂 可能会导致它丧失一部分攻击能力 或者是失去防御力 砍断腿会导致它陷入瘫痪 或者是行动力下降 让接下来的战斗顿时轻松许多 那个时候的游戏资源跟现在没法比 于是很多老玩家们 每天空前的时候就去研究各种连招 组合出许许多多脑洞大开的combo和战法 网上关于刀剑的华丽连招视频 随便搜搜就是一大堆 当然了 这些事对于整日研究它的人来说确实很容易 可普通玩家进游戏后 最真切的感受还是一个男子 被怪打死那是家常便饭 一路就是各种受死 当时某个国外的评分机构 在评价它的时候 一直吐槽这个游戏太难了 老孙我本人也算是格斗FTG的老玩家了 可是使出没了领悟刀剑封魔路的正确战斗姿势 无法很顺畅的进行下去 记得在矿坑里跟一个白色的鬼战斗 我甚至都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算精英怪 可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差点把我打自闭了 感觉它在攻防段做的都比我好 真的很难相信是电脑AI在操控 最终因为操作上的不习惯 我打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放弃了 这也是一直没有聊它的主要原因 游戏在初期开发阶段只有11名成员 据说由于资金严重短缺 几名主创甚至还得东奔西走的 问家里的亲戚朋友借钱 好在随后该项目还是打动了一家海外公司 台湾的博雅工作室也加入进来 这个老牌团队利用他们的经验 对包括战斗系统 人物属性 以及剧情在内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调整 在一堆人的通力协作 外加大公司的注资下 才总算是让刀剑封魔路 在2002年的年底上市了 游戏的野心很大 更是准备将其推向全球 从质朴的人物形象和质朴的封面 就能看出浓浓的国际味儿 没有俊男靓女 也没有当时华语游戏里普遍的夸张招式 夸张建筑 大部分的时间里 我们都得用朴实无华的动作 在破败的残垣断臂间跟敌人慢慢缠斗 剧情演出也很少 绝对看不到什么你爱我 我爱你的传统日式RPG桥段 在当年真可谓是一股泥石流了 作为想要推向全球的游戏 个人觉得这样的风格是非常正确的 可惜即便做了如此多的努力 刀剑风魔鹿也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大成功 游戏在两岸的销量是7万套 全球范围内的销量仅仅20万套 夜时间 扑街 惨淡 遗憾之类的词不绝于耳 大家都在分析其为何如此失败 普遍认为盗版冲击是最大的原因 还有说封面涉及的不够吸引人 难度实在太高 对新手不友好 前期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 或者也许就是单纯的身不逢食 总之哪哪都没人买 叫好不叫做 成为了跟沙漠一样的扑街神座 被供奉在了怀旧论坛上 刀剑风魔鹿的故事脱胎于封城演绎 距今3000年前 周五王在江子牙的辅佐下 起兵讨伐残暴的咒王 被逼入绝境的咒王 站在已经着火的摘星楼上 准备结束他的一生 可是几道光芒闪过后 咒王的身体凭空消失不见 原来是商朝的太师文仲 在最后关头利用法术 把周五王给救走了 可是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导致时空紊乱 六道轮回中的人道 畜生道和恶鬼道 被打开了缺口 不同时代的人 纷纷被卷入进这个时代 一堆从魔界穿越过来的怪物 也开始在人界横行 主角同样是个穿越者 也就是我们从壮汉 剑客和双刀女侠当中 选择的那一位 无论选的是谁 他都会因为这场变故 被莫名其妙的吸入进来 出现在瓦当镇 说实话 这个开头真的很难不让我想到 金庸群侠传 只不过小虾米还有个明确的目标 要寻找十四本天书得以回家 而我们的主角则是一头雾水 没有明确的目标 也不知道怎样回到原先的时空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通过跟镇上居民的交谈得知 大约三个月前 妖魔突然开始横行 附近方圆十里内的人类聚集点 几乎全被摧毁 剩下的少数幸存者 都聚集在了瓦当镇上 他们当中不乏也有穿越者 比如住在镇子东边的公书班 对应的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工匠鲁班了 他正在设计一种可以载人飞行的沐渊 并且已经制造出了一架原型验证机 可是在村口试飞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 瓦当镇作为方圆十里内唯一的城寨 大家当然是拼命死守 毕竟没有退路了 守不住就集体完蛋 可是漏屋偏逢连夜雨 镇上唯一的医生秦大夫 最近出去采药后一直没回来 住见大师欧野子同样不知所踪 村民缺医少药 缺少兵器 还得应付怪物的袭击 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没办法呀 谁让我们是主角呢 这些找人找飞机的艰巨任务 就通通落到了我们的头上 正如开头时候说的 刀剑风魔路绝不走华丽路线 没有衣着华丽的大侠 也没有雕梁画洞的奇幻建筑 作为妖魔横行的世界 大多数的场景都是破破烂烂 仿佛烧焦一片 石像涨满青台 城墙坍塌破碎 看似灰萌萌的惨淡场景 实际上绘制的相当认真 一砖一瓦都掀毫臂线 这里已经几乎见不到人类居民 全而代之的是丧尸和小鬼 他们遍地都是 见人就攻击 时不时还会遇到 手持刀剑盾牌的牛头马面 作为初戏的怪物 这些家伙应付起来 还算是游刃有余 一路向北来到巨翼庄 这里在怪物横行之前 可能是个土匪窝 但如今土匪早已灭绝 守门的变成了一堆狼精刀盾兵 内部残破不堪 阴风阵阵 僵尸不断地从墓地里面爬出来 到处都是烧得 只剩下地基的木头房子 只能从少量 尚未被破坏的 坦坦罐罐当中 翻出一点点金币和宝石 在巨翼庄后方的一处密林中 找到了被怪物绑架的秦大夫 这些怪物居然会制造 和使用夹锁 真的是让我惊了个呆啊 秦大夫说 他是和镇上一个 叫沈万三的小哥 一起出来采药的 结果因为遇到怪物袭击 小哥这会儿也音讯全无 游戏此后就在不断地找人中 展开下去 沈万三显然对应的是 明朝的那位富商 从矿坑里将其救回来 就可以通过他 合成更高级的宝石了 在附近的战庐村 救回了被怪物围困的欧野子 他对应的显然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位 驻剑大师了 在游戏里负责将宝石 镶嵌进装备上 至此镶嵌系统也正式开放 之前收集的宝石 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刀剑封魔路里面 是没有装备系统的 不能像暗黑破坏神那样 通过打怪不断地获取好装备 人物的武器和护甲 都是固定的 初始阶段各有三个孔 后期随着剧情的推进 可以逐渐打更多的孔 把宝石塞进去 就能够增加攻防等属性 让攻击效能 或者是防御效能 发挥到极致 但没法从怪物身上 爆出好装备 始终少了一大乐趣 也成了刀剑 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当然话说回来 想要做出像样的装备系统 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 可不是一心半点 在开发周期不长 资金又不是特别充裕的情况下 也只能采用这种折中方案了 随着不断的东奔西走 主角见到了越来越多人类NPC 有独自行侠仗义的女侠薛红颖 有公书班的师傅宅屋等等 通过跟这些人的交集 主角也逐渐发现 原来所有的混乱 都是文太师和打击搞的鬼 正是由于他们的行为 导致魔界与六道世界之间 出现了条很大的裂缝 妖魔因此横行 而这个世上有所谓的七圣灵 也就是忠孝仁爱义姓勇 只有取得了七圣灵 才能够将力量发挥到极致 得以有机会战胜咒王 这样可怕的对手 于是主角毅然决定北上 寻找传说中的七圣灵 由于他在瓦当镇 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镇上包括秦大夫和沈万三 在内的许多村民 在听闻他讲远行话 都自发的跟他一起北上 游戏也至此进入了第二幕 北方的世界漫天风雪 到处都是冰冻三尺的湖面 光秃秃的树木 以及白雪矮矮的山丘 定满了尖刺的木桩 和各种奇形怪状的路障 随处可见 敌人会利用障碍物 不停游走 伺机偷袭 其强悍程度 比初期阶段要高太多了 必须要步步为硬的小心前进 一个不留神就会割屁 所谓的忠孝仁爱义姓勇 其实就是七个不同类型的任务 比如替干将莫耶找回儿子后 可以获得孝 把玄光谷中全部的妖怪都干掉后 获得了勇等等 历经艰辛耗费了大量时间 终于集齐的七圣灵 还见到了个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名人 陶红锦 他也穿越了过来 并且帮助我们一起 成功捕捉到了文太师的行踪 此人目前正在绝龙岭 主角当然是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往绝龙岭 在一堆巨大的石头人当中 找到了文太师 双方根本懒得都废话 昏天黑地的杀了起来 作为第二幕的大boss 脚踩风火轮的他看上去稳补双全 既能使用魔法也能近身肉搏 还会出阴招 整行血瞬间被炸空 在第一次面对他的时候 相信很多哥们都吃过这个亏吧 好不容易解决了文太师 掉了一地的宝贝 游戏却并未结束 都知道还有个幕后大boss咒王 此时在一战一跪两个石像的中间 出现了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可是有股力量在阻挡我们跳进去 还好有个逃红锦可以帮忙 利用高超的法术 陶红锦强行破除了洞口的封印 接下来便是要去洞里会一会咒王了 当然老惯例 走之前先去城里逛了一圈 这里的许多人都愿意继续追随 主角的脚步出身入死 大家来到绝龙岭一起跳入洞内 洞内的情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居然是通往阴曹地府 造型鬼畜的美人鱼口吐芬芳 皮肤惨白的胖僵尸 不断地从河里跳出来 远方的小鬼一直在放冷剑 一切都光怪陆离 想要过河也不容易 需要从看起来很恶心的平台上跳跃前进 不要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敌人同样会蹦蹦跳跳地追杀过来 千万不能陷入大量敌人的包围圈 否则就等着哥儿屁吧 在这儿遇到了五判官 他说除了人界之外 如今冥界也遭到了魔物军团的入侵 随后跟我们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竟有鬼门关见到了阎王 可他居然是魔界鬼王假扮的 给了主角一系列指引 其实都是为了借助妖魔之手干掉他 而五判官其实是个冥界的叛徒 已经投靠了鬼王 在看到所有的计谋都未成功后 鬼王和五判官也露出了真面目 决定自己动手 封衣足食 五判官还比较好对付 可此时的鬼王是无敌状态 只能赶紧逃跑 在名城的最深处 找到了被关押的真阎王和文判官 阎王虽然不是鬼王的对手 却有办法破除他的不死之身 换句话说 必须要先救到阎王 再去挑战鬼王 就能够对其发动有效攻击了 鬼王的血很厚 但实力远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耗费了点时间 还是比较顺利的将其斩杀 阎王除了感谢我们之外 还交代了个新任务 他在此前 已经把他的阴间三宝给弄丢了 分别是阎王喜 生死簿 以及无常令 为了重建秩序 也为了赶在咒王重返人间之前 将他在轮回炼狱里击杀 主角又开始了奔波 总算将宝物拿到后 阎王 桃鸿井 以及文判官 每人拿着一样宝物 打开了轮回炼狱 主角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进入 他经历了漫长的旅途 早就想会一会咒王了 这里依旧是有着众多怪物 他们大小不一 攻击方式也各不相同 不过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修罗战士 哎等一下 终于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通体散发着红光 名字叫夜叉王的家伙可不好对付 在小兵的配合下 一叉子就能够直接把我送回城 在城里把药补满 调整好状态后再来 总算将其击杀掉 可还有个咒王呢 他已经将先来到此地的桃红锦 打了个半死不活 足见其厉害 还有一队的修罗战士 跟他打配合 真的是太难了 击败咒王后 奄奄一息的桃红锦 叫男主赶紧去旁边 发光的通道内 那儿是魔戒的杖壁 里边有七个 象征着七圣灵的雕像 如果能够把他们全部进化 就能重新凝结封戒之印 让魔戒的妖魔 无法再穿越过来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封印过程了 每一个雕塑点进去 都是艰苦的战斗 敌人全都是之前见过的 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 甚至连文太师 打击这种超厉害的敌人 也会再次登场 真的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才能将其一一消灭掉 当七尊雕像都被进化后 咒王出现在了大厅的正中心位置 原来此前见到的 不过是他的分身 这位才是真正的咒王本体 没什么好说的呀 把最强的技能 全部往他身上招呼就行了 这家伙的第一形态被打败后 还会进化成个 长着四条手臂的蓝色怪物 让我想起了阿修罗 咒王被打倒后 掉落了一地的装备 不过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捡 因为游戏结束了 开始放不明觉厉 诡异万分的结尾动画 刀剑封魔路 当然不是一款完美的作品 剧情也稍显平淡 可是真的好玩啊 一旦熟练掌握了操作技巧 后便能沉醉其中 即便长时间的战斗 也丝毫没有重复劳动的疲劳感 这也是大多数暗黑类游戏 都不具备的特质 所以才最终看到其销量 如此惨淡后 大家难免饿完叹息 不过这些人还是在一年后 勉强开发出了个外传作品 上古传说 封面上的主角不再那么的质朴 有一点点帅了 妹子也摆到了显眼的位置 吸引眼球 可惜依旧没能换来很高的销量 关于续作的故事 今后有时间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